四十多個國家的領袖及代表 在英國倫敦出席國際反貪腐峰會 英國首相卡姆林在會上公布打擊貪污的措施 規定海外公司在當地設業必須進行登記 並向公眾公開資產 防止有人隱瞞資產及誓黑錢 但這些措施只是獲得法國、尼日利亞及阿富汗等 少數與會國家響應 美國並沒有承諾參與 尿米爾報道 來自四十多個國家的領袖及代表 星期四齊集倫敦出席國際反貪腐峰會 被英國首相卡姆林形容為最貪腐國家的 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 和阿富汗總統加尼都是座上客 今次反貪腐峰會是首個同類型的峰會 卡姆林說 峰會展現了各地領袖打擊貪腐的最大政治決心 今天世界都在一起 在一個合作的合作 是為了措施、罵罵、拒絕 實際上我們已經知了一段時間 這是一段時間的問題 我們已經知了一段時間 它會阻止我們 從達到很多東西 我們想要在世界上的改善 但我真的覺得 今天 卡姆林形容貪腐是不少社會問題的毒瘤 不僅破壞就業 阻礙經濟增長 還剝奪了努力工作的人的福利 令到貧困的人處於絕望的境地 美國國務卿克利就說 貪腐問題令到各地的民眾對制度失望和憤怒 促成了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 它是一人icz dispute 私 我們看到了 在世界上無小的程度 從人們有極誇的誇張 以為整體系統已建立 我們看到這個憤怒 在世界各種種類似的選擇 包括我們 人們都憤怒 而憤怒是會增長 除非我們閉嘴門 去證明人們 有一個正確的性能 在整體系統上 越會國家承諾 打擊在投標、政府合約 和體育發展等方面的賄賂行為 加強國際間的情報加援 和聯合執法 並將執法所檢獲的資產 歸還到所屬的國家 英美又宣布 明年會舉行討論歸還資產的國際論壇 卡姆倫又在會上公布 加強打擊貪污的措施 海外公司如果要在英國持有物業 物業的真正持有人 需要作公眾登記並公開資產 防止有人借助在當地置業 從事轉移或隱瞞資產 以及洗黑錢等非法活動 相關資料將會公開給公眾查閱 這行措施被視為 今次峰會最顯著的成果 但只有法國、荷蘭、尼日利亞、肯尼亞 和阿富汗五個國家響應 承諾設立相關登記機制 澳洲、愛爾蘭和挪威等六個國家 表示會考慮是否仿效 而美國就沒有參與 NOW TV記者 廖美儀報導